在焊接新的车身面板之前 需要把这加油口跟悬架拆卸掉 话不多说 咱们直接开始动手拆 这个卡前应该还能继续用 才跑了一万多英里 它这刹车盘的嗅迹真严重 为了防止有污垢进入到油箱内 麦吉塔已经利用相应的螺栓 给这些油管堵住了 继续把轮拱这块的面板拆出来 依旧是打焊点 然后开始撬 这车子的车身 几乎就是多块铝板焊接在一起 拆完一层还有一层 都拆完试 用吸尘器给车内清洁一遍 它这天窗也漏水啊 主架这底部的积水 看着还不少 积水吸干后 麦吉塔这也没说干燥一会 直接就给地毯装回去了 接下来准备 从这个新的后排框架上面 切割所需的面板 先测量好各个部位长宽高的比例 图纸都整出来了 看着还挺专业的 拆的过程就不重复了 跟拆那辆GT2上面的操作基本一样 把拆卸出来的面板都焊接到这辆GT2上 每操作一部 麦吉塔都会对其进行测量 以确保不会将它焊歪了 手艺是粗糙了点 但也够用 给焊接好后的车身面板 清洁一遍 喷上两层底漆 在这轮拱的周边打上一圈密封计 然后把这个新的侧裙放上去看看效果咋样 保险杠麦吉塔已经订了个新的 刚刚到货 还顺带买了个车门 其实原车门修复一下还能继续用的 而且损坏的也不是太严重 估计是为了节省时间 效果查看完是 开始对其进行焊接 这跟拼积木似的 给焊点打磨平 尾部的问题解决得差不多后 接下来处理前端的一些故障 将这块一子板拆掉 选择好受损的面积 把门槛内凹的这部分切割出来 给变形的地方敲平 喷上一层底漆 再把它焊接回去 依旧是给焊点位置打磨平 可能觉得这新的侧群有些小瑕疵 麦吉塔也顺带手将其处理了一下 用砂纸给修复的位置打磨一遍 清洁完事 给它们刮上一层膩子 继续用砂纸给膩子打磨平 麦吉塔这修理车库 之前看着人挺多的 怎么工作的时候就一个人在干活 其他人不知道是不是在打酱油 现在这基本算是一辆拼装车了 这膩子一般都会刮上两层 有的还会刮三层 像帕特就是这样 只要是焊缝位置都需要刮上膩子 给那轮拱接缝处 也刷上一圈密封剂 估计是怕下雨出现渗水的情况 麦吉塔还对整车的接缝位置 都打上了一遍密封剂 给车子做层防护 将修复的地方 喷上一层底漆 这底漆整的 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是不是太草率了 下面咱们再把这套新的悬架 跟车轮安装回去 就这悬架 还是拖了好几个朋友才找到的 状况看着居然比原车的还要糟糕 车轮订了一套新的 谢谢大家